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恆常節目 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上一節跟大家說日本 將會有機會 重新武裝 因為安倍晉三 離世 而且他 因為遭到行刺 上一節我們說了 我們暫時會讀過刺字 因為是為了方便起見 到底背後 有甚麼陰謀 有沒有證據 暫時沒有 沒有證據 不代表沒有陰謀 陰謀永遠都存在 我們要從哪方得益去判斷 如果從最直接的利益來說 中共不是得益者 除非中共自己策動 除非中共 想有特別軍事行動 這次 反而最大的得益者 應該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 一直都非常忌憚日本 日本背後有美國 而且日本 擁有 高度的戰鬥能力 而俄羅斯 一直都跟日本 有邊境的衝突 也是關於土地 以及主權問題 你說俄羅斯有甚麼好處 俄羅斯 如果我是普京 最大的好處 就是要夾緊這個中共 因為中共 現在在做他的荷包 在背後 泵水給俄羅斯 如果中共想縮沙的話 對俄羅斯來說是最危險 有機會使得 普京政權滅亡 所以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來說 如果現在這一刻 中共 騎虎難下 一定要在亞洲這邊出手 其他亞洲 這些國家 例如日本 跟中國大陸 繼續對著幹 那麼 中國大陸就代替了俄羅斯 成為了他跟日本之間 衝突的緩衝 所以如果從結果來說 這次的事件 對於俄羅斯 其實相當之有利 因為俄羅斯 已經在出手打人了 對於俄羅斯來說 再發生一宗 這樣的事件 他的罪名 也不會加重 反而 就是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上面 尤其是 內地 那些小粉紅和五毛的表現 使得 就是全世界 看得很清楚 中國大陸 是大量的人的敵人 國際之間知道 必須要以價值觀 作為基礎 要對抗中共 要支持 對抗中共的所有的陣營 包括台灣 亦都要 聯合西方國家 這一節要講的就不是繼續分析這部分了 要跟大家說一些 比較Juicy的東西 話說 中國大陸經常說別人是漢奸 烏克蘭這次居然 就是有烏奸 發生了甚麼事呢 喜歡找利益 的人永遠都存在 所以有時大家 不需要 太過執著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6號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在這裡呼籲所有的聽眾 請你們 全部一起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既然 不是 付費模式 我們也不會客氣 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參與 我們也不厭其煩 希望大家參與 因為你要做的事不多 你只需要打開節目清單 讓他播放 又或者手動點擊而已 要做的事真的不多 所以 希望大家 都能夠參與 我們每日 花費很多時間 去將 最新最快的時事 跟大家做分析 只是一日播一日 都已經 有時說到斷氣了 真的 我的聲音又開始沙了 所以 又是開始有一點 說得大聲會有點辛苦 我會說小聲一點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一個共享模式 希望大家 將最新最快的新聞時事 和分析 獲得 那麼你 要做的事很簡單而已 只要一起去做 免費模式就可以令到台 繼續運作 繼續存在 所以呢 應該是一件很理想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參與 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Pi Network如果按照 早前 盛傳的價格 絕對不足以 保持營運 但是 也會幫助到一點 所以 當然 有好過沒有 始終也是有錢的嘛 希望大家努力點挖 挖到的是你的 你按完閃電 我們會快一點 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節要研究就是烏克蘭的內奸 不只是香港有內奸 當然 香港和台灣的 港姦和台姦多得令人發自 不代表 烏克蘭完全沒有內奸 烏克蘭 最近居然有一個人 叫做烏克蘭 花式滑冰協會 的副主席 叫做 比德蓮科 最近居然 還走去俄羅斯 參加花式滑冰比賽 結果 烏克蘭相當之憤怒 烏克蘭 就是要把這個 副會長立即開除 根據自由歐洲電台報導 烏克蘭 花式滑冰協會 最近發了一項聲明 關於剛才所說的副會長居然在這些時候 打仗打到慶嶇嶇 他居然有限情日志 走去俄羅斯 參加 花式滑冰比賽 烏克蘭就認為 這件事根本無法接受 於是這個協會 就是強烈譴責 這個副會長做這件事 也將他 立即解僱 聲明也說得很清楚 俄羅斯和烏克蘭 進行了差不多 五個月 大規模的戰爭 這個是前運動員 居然做出 如此可恥的決定 當 成千上萬的烏克蘭平民 還有 很多兒童 被侵略者 殺害和折磨 亦 對烏克蘭的村莊和城市 進行導彈攻擊 俄羅斯的行為簡直就是恐怖分子 居然 在這個時候 背棄自己的國家 自己 走去俄羅斯 參加比賽 這件事 簡直就是最大的恥辱 如此可恥的人 居然都是烏克蘭人 不代表逢烏克蘭人一定 徹底站在自己國家的那一邊 實際上 早前烏克蘭也抓了很多烏姦 如果不是烏克蘭 裏面太多烏姦 怎會俄羅斯覺得想整個烏克蘭 吞下肚子呢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 周圍 也有這些人 香港不用說了 香港的港姦 多到你也數不到 你看那些藍絲 你看那些建制派 他們全部 為了自己的利益 甚麼都做得出 所以有時候叫大家不要那麼上心的原因就是 永遠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是叫你放過去 我沒有覺得你需要放過去 我不是叫你放過去 我覺得大家不要那麼生氣 也不要對於他們的行為 太上心 他們這個世界 太多人為了利益 是甚麼都做得出 他不只是 單止是出賣你香港的 也不只是出賣烏克蘭的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出賣了 買著那個人也還可以 這個世界本身 充滿著這些人 我告訴大家 就是叫大家 你不要因為這些人的行為 令到你放棄了你自己想爭取的東西 當然 我在說的 沒有叫你放過去 有機會我認為大家 完全不應該放過 這些烏姦 這些 港姦 這些人 是應該 用軍事行動對付 我相信是會有這樣的一天的 按照我們那個 推演 如果 我們的推演 當然如果一直世界的大局 真的不發生這些事 當然你會發現 就好像一直都不出現 但是 歷史其實永遠都在重複 我們真的看不到 有甚麼理由可以徹底避免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